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为了敬拜聚会与为了让仆毙休息 这些并非视为影儿而局限于旧约时代 而是每一个时代都适用 虽然安息日的仪式部分已被废止 我们仍应一在规定的日子聚会聆听真道 拨饼领圣餐 以及公众祈祷 使徒新传二章四十二节 二 让仆毙和公人从劳碌中得歇息 无疑的 神吩咐安息日诫命时也包括这两项在内 只要查考犹太人的习惯做法 就能充分证明第一项 摩西在《生命记》中也教导第二项 使你的仆毙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在《出埃及记》中说 使牛驴可以歇息 并使你仆毙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 这两项对于我们和犹太人而言 其应用是一样的 谁能否认此事实呢 圣经是神的话 吩咐教会当有聚会 而且从我们的每日经验 我们也深知自己何等需要教会的聚会 然而除非这些聚会被建立并且有规定的日子 否则我们怎能举行这些聚会呢 根据使徒的吩咐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克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 除非有此安排与规定 聚会就无法照规矩和按次序而行 若解除这日的规定 则教会将面临立即混乱并解散的威胁 为了保守次序的必要 主为犹太人设立安息日 我们也一样 必须在规定的日子聚会 所以没有人可以宣称此诫命与我们无关 因为那看顾和怜悯我们的天赋 定义照顾我们的需要 绝不亚于犹太人的需要 也许你问 我们为何不天天聚会 就不用区分不同的日子 但愿主如此吩咐我们 每日分别出一段时间来聚会 为了属灵的智慧长进是值得的 但是因为许多人的软弱 使得他们无法每日参加聚会 并且因为爱的原则 我们不可强人所难 所以我们应当顺从神旨意所规定的 在主日聚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